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呢 SVLT 你们应该都会知道我要做什么了吧 其实这个呢 影片我是要收回非常的久 应该是在MCO解放过后吧 不久的一个影片 就是我的中庭改造 然后就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的这次改造的experience 其实我还蛮开心一下 就是我可以参与这次的那个改造 就是before我怀孕之前 OK那请不要担心 就是before我怀孕之前的时候 这个大改造 然后自己油气啊 之类这样的东西 然后慢慢transform这整个area into anotherarea that我现在来 真的很喜欢的一个地方 应该就是这样 那我们就进入我们改造的时候吧 今天呢 就是要来记录我的 before改造前的这个小空间 这个是我楼上的客厅 那之前为什么这个叫空档 是因为 之前这边呢有漏水过 看到吗很大的面积 然后我们就 拆掉我们的风扇 然后弄过整个屋顶 developer的design超级不好 然后这边就漏水 重新弄过了 这个然后我们再油气 然后现在弄的是这面墙里 很期待 然后这边呢 就会放厨 然后这边呢 就有一个镜子在这边 刚装好的角落 非常喜欢 这个师傅的那个木工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我家师就是大概80%的都是给他做 你看他的木工全部都是非常好的木工 我觉得你看他也是用很厚的那种木板做 这个疫情影响他的生意不少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做假石可以教这个师傅 我才刚运动完 所以我讲话很喘 这个过后就是要上色 上色过后就可以开始摆设一大堆东西啦 就是我买了一些东西 这个是那个 sandpaper 然后其实我们该这样去买的话 其实还蛮便宜一下的 你看 才60多块 便宜到 下十 然后我们买的这个气呢 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厨是拿来白眉而已 所以那个人就推荐我们就买这个水气 因为他讲说你就只是这样踩而已 就比较容易 就不需要去买的那一种铁的那一种气 铁根比较省钱 而且也比较容易有 就是forcing so也不会有那种颜色不均匀的现象 然后我们有买这个tape 这个tape呢是要tape墙壁旁边的 就是email我们等下踩到那个墙壁 我们就可以粘在旁边 那や Oculus 一些 一 一 一 現在就是 就是我们有去玩了 第三层 已经是很漂亮很漂亮了 只是这边还有一些 就那个气还没有干 这真的是很开心 超级有点美 还有这边是 那个木板 也是有的乞乞爸爸 去IKEA买的这个灯 那他现在还要做 他要做Electrician 你确定你会 确定你会 好恐怖 现在全部都是 在淘宝买的东西 只是这个花狂是在IKEA买的 刚出装起来好漂亮啊 嗨 今天已经不知道是过了多久 多个月过后我现在要做一个 完整的Update Tour给你们看 是我的中天改造成果 现在整个概念呢我就是比较喜欢 简约风的 然后就很多东西也是从淘宝来 其实这个厨呢 我已经是想要丢掉了 因为不是很配啊 然后本来要去买一个 要美的 就偷偷偷偷偷 现在我就已经怀孕了 然后这些东西也是不能动 然后可能等怀孕过 我再换一个厨吧 这个镜子呢 我是在一个 local的做那个镜子店那边 就问那个uncle 能不能customize 这种style 我就去找一下尺寸 然后给他 然后他就帮我弄出来 我就做 有一个瓶的 至少他可以stand住 然后这边可以拍OOTD 这个萌萌在淘宝买的 然后那个vasse也是一样 然后这个整个地毯呢 可以IKEA买的 应该是只有一个size 我就买 然后这些相框呢 全部都是从淘宝买的 这些东西 这个呢本来是要放在我的房间 挂在床头 然后也是来不及挂 然后我就怀孕了 这个呢 我已经是忘记在哪里买了 然后就是我最喜欢的这个厨 就是那里uncle定做的 然后这个呢 是在开身买的 这个呢是淘宝 这是我家的蜡烛 这个呢也是淘宝 这三个呢 一二三 这是在IKEA买的 好像是限量版的 那时候看到一次了 就没有再看到 然后这个是我家的蜡烛 然后这两个也是淘宝 出来的效果我非常喜欢 就其实已经将近要Christmas 所以到时候会把这边 setup成Christmas的一个小角落 它很喜欢关灯后的感觉 就整个感觉就是很有vibe 因为它的那个shadow的关系 然后就看了整个地方都很cosy 超爱的 我改造我的中厅 我觉得算是成功吧 即使很多东西是我还没有添加 因为其实我想要买那些淘宝那个椅子 就是那个藤的椅子 比较美的 也是表固的那个 还有有一些就是厨啊 到时候等小肚肚出事过后 然后我再继续添加这些架式吧 过后就可能不要忙了吧 因为我要做它的baby room 之类这样的东西 就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改造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留言、订阅 还有打开小铃铛咯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Bye